好的 各位前行早安 家人们早安 叶丽讲师早安 一切都是自动自发的精进 大家欢喜来读圣训 让我一次次与先佛更亲近 感谢先佛教导我幸福的道理 给我汲取太和正能量 让我全身充满太和元气 这是幸福满满的修行功课 也是心灵提升的美好之良 愿一切都平安吉祥 愿世间都和平安他 感恩上天的慈悲 感恩上天的慈悲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到第九十四次 白阳圣线论语的研读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读的 一样是乔言令社 先以仁 那我们是来到这个先 这个字的底训 有两段我们来再复习一下 来 书娟 蓝瓶道记此信 修道过程当谨慎 而恐失之良善方 是有而无足灭忘 往得人生修一场 虚无诈位推修者 智慧缩理前章 人生真理信成端 少壮起口如是详 修道过程当谨慎 人生真理信成端 教大的过程当谨慎慎行 唯恐失言失格 失去本质具足两知良人的善能量 如若失去了两知良人的善能量 就会誓有而无 如内望 仿得人生修一场 甚至虚无不识 胡坐乍位 不成可修行者 君子人当以智慧 说理前章为努力 实时以产阳人生真理信成端 从少壮到年老 诚信不变 成为一位领高望重 厌人尊敬的有得者 南平道计辞讯 修者莫要令色逢 淫符为虚实亦朗 忠信言行 未非宁禅 修之以得正昌 其事所以道茂月 仁爱卓行 何任康 以爱为姬善为处 远至盛行 述导航 好我们请自认 修者莫要令色逢 以爱为姬善为处 真修者莫要巧言令色逢 要能迎接福报 就只需做个 诚心实义郎即逝 言忠信行赌尽 即逝非产定者 再配合修之以得 占心道德昌 要看是否为真修君子 只要是其所以安 道茂否何月 一切所为是否以 仁爱为出发点 是否能单贺重任康 总之要能以爱为姬 善为处 远至盛行速导航 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到 这个先以人的仪 先以 好我们 请停轩 既攻佛佛辞讯 既是知责单两间 谁相与共大任单 攻心一片无为报 念资在资倒昆前 博用自身智慧水 明辨是非假象权 佛先妙法 因众师 为其元朗 归顾天 灌顶呢 就是我们 激公佛佛老师 激世之责 担两间 这个是 我们佛佛老师 对每个徒儿的 这个期待 期望 希望我们能够担起 这个重责大任 谁相以共大任单 担这个重责大任 三朝的重责大任 要帮老师来分担的意思 攻心一片无为报 当然呢 做这个 三朝 重责大任 必须要 有那一片攻心 而且 这个要能够无为 甚至无为而无不为 念之在之 打昆前 心心念念呢 就是为了度化众生 为了引导众生 乾坤 坤钱 都是指众生 佛用 自身 自会水 那这个重责大任呢 需要有很高的自会 在自会在哪里呢 就是自身 本来就有 佛用自身 的自会水 明辩 是非 假象权 分辨清楚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什么是是 什么是非 明辨是非 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就是要能够 最基本的 能够知道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是是非非 也要能够分清楚 佛先 妙化 因众生 所以先佛显化 是不得已 为了起 能够引导 能够启发 这个弥密的众生 所以先佛的 所以先佛的妙化 无边 顺应各种 因缘 各种众生的根器 而有所 不同 就是为了能够 为起 严狼 归故天 能够启发 众生 能够让 严狼 就是这些 严胎佛子 能够回归 里天 故家乡 好 怎么活用 自身的智慧水呢 我们来看看 观音菩萨 给我们的词讯 好 我们请 苏珠姐 活用自身智慧水 观音菩萨词讯 三宝就是你的修持法门 这个天命 续弥运 弥勒祖师应运 所以常念弥勒祖师的圣好 你们会得到很大的 佛光 辟印 让你的身体健康 让你的业障远离 让你增长智慧 去分辨善恶 是非 你有智慧 你才会 走对的路 才会做对的事 说对的话 如此 你才能够 圣还圆满 好 五佛慈悲 勉励我们要善用 三宝的修持法门 师父引进门 就是得寿名师一点 得寿这个三宝 但修行在个人 这三宝到底怎么修呢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一定要先懂得存养 一手弦观 手弦归灵 进入太和 所以先存养太和 先炼太和 其实炼太和 对我们的脾气毛病 也能够化掉 有很大的帮助 等于说让我们的业障 能够严厉 另外呢 炼太和 其实心平气和 可以增长智慧跟德行 慈悲能量才花得出来 这个都对我们增长智慧 有很大的帮助 那在修办的路上 还要借事来锻炼 真正的智慧 是从修办中锻炼出来的 那这样子才能够 慎再烦 都能够圆满 好 接下来呢 是佛佛老师给我们的一番 慈勉的话 来我们 请那个 慕姐 祭恭佛佛慈训 刻念做慎 慕根强 谨行危险 做动良 任重道远之君子 仁义诚信身心法 真心修行者 当世始终如一 住道仓 公身见得 修当后 心存慈爱在樊乡 好高物远非逝至 君子实名 无欺强 执心为道无恶念 当下转念及西方 自学圣贤 仓身为怨 如菩萨 慈心肠 如菩萨 慈心肠 这个是每一个 百养天使 很重要的 我们 刻念做慎 的目的 就是希望 我们也能够像 菩萨一样 有慈悲的心肠 能够 入圣人之墙 能够 身担重任 像古圣先贤那样 做任重道言的事 成为一个真心的修行者 真心修行者 必须仁义 诚信 存心法 这是最基本的 还要始终如一 住道仓 另外身体力行 公身实践 德修当后 就是要厚德才能载悟 心存 慈爱 在凡乡 在 这个凡乡 就是在这个人间 能够留下我们的 慈悲以爱 那个就是留这个德 好高负物言非四字 如果是一个好高物言的人 就是代表修行 不实际 不实在 这个老是想得很高很远 但是呢 理想很多 但是做得很少 精子呢 应该要实名无欺强 要实实在在 要有智慧 修办呢 一定是那一份真诚 真诚就是 无欺人 无欺己 无欺天 这才是真正的强者 执心未到无二念 一心一意 始终如一 始终如一呢 才能够真正有所成 当下转念及西方 一念就到西方极乐 一念也有可能到地狱 所以佛跟魔也都是在一念间 自学圣贤 我们所立的志向呢 就是学圣贤 为苍生 来付出 希望度化苍生 能够还回 学理天顾家乡 学习当一个 有慈悲心肠的菩萨 所以一位真心修行者呢 他应该祭备的 来我们来读一读佛华老师给我们的慈悲 来那个业力讲师 真心修行者 不过恩赐慈悲 为什么会觉得越做越酸 就是因为气不宁 意不惧 耳门没有导引自己的气去 周身循环 便又陷入昏尘之中 徒儿啊 该静时候不静 只会让你动的时候更浮躁 真修之人 能动能静 可是耳门只学到皮毛 什么皮毛 打工做衣很好 很标准 衣服标准 头发标准 鞋子标准 袜子标准 都很标准 皮毛很标准 可是修行真正的功夫呢 标准了吗 徒儿啊 这样的修行功夫 你能走多远呢 耳门用一辈子的功夫在修行 但你修行的成果 有没有如你一辈子那样的效果啊 徒儿 耳门常感心虚 主要就是在于 未把这个修行的功课 落实在你的生活当中 耳门常感偏浮不定 便是因为自己 没有寻找自己修炼的根源 好 这个佛博老师其实讲得蛮清楚的 我们真修实练 一定第一个要懂得练这个太和之气 那太和之气就是闲观夫夕画 我们每每每天每天 我们等一下也会带着大家一起来做 为什么要练太和之气 因为这样才有办法化我们的脾气 化脾气必须用太和 练太和才能化脾气 那从自己的根本 这个叫做修炼的根 这个根本下手 不是只是说皮毛 皮毛的意思是说表面的功夫 表面功夫做得很好 打工作衣的很标准 衣服穿的很标准 头发很标准 鞋子很标准 这个叫做皮毛标准 佛博老师说真正的修行功夫 不能只是皮毛标准 要从心下功夫 心就是内心 内得的涵阳 如果我们修行 没有从心恰功夫 心就会虚 心虚代表我们没有真正在修行功课 就会漂浮不定 就会感到浮浮的 不踏实 那个代表我们的根没有扎稳 自己修行的根 很重要 要扎稳 好我们继续来读 来美心 既供佛佛辞训 缩而少见 非修者之志 君子存人 当后时明成 见至始 子于成 训中训 在其中 进心意 细描会 自寻出 以自寻之佛 好 所以佛佛老师呢 给我们点画 给我们点出 原来这里面有一个心中性 就是 这个巧言令色先意 意这个字 那这边特别提到说 说而少见 说而少见 意思是说 说得很多 但是很少其实见 非修者之志 这个就不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修者 君子存人 当后时明成 君子是以仁爱存心 而且呢 是待人 是很宽厚的 很实在的 很真诚的 那所以 这里面很重要 就是见这个字 实见的见 然后再来就是成这个字 所以呢 从见开始 然后呢 以真诚来做一个 医子 这个就是信中性 在其中 所以呢 佛佛老师来帮我们描绘 就行出了这个字 好 所以呢 这里 讲到 金子 存人当后时明成 佛老师给我们一番话 好 来我们请淑娟 金子 存人当后时明成 我活恩师 此语 能活在这世界上 难免会遇到困难之事 遇到人世上的不平 此时此刻 必须忍耐 不可起 参恨之心 也不可口出恶言 真经 不怕破裂 唯有诚心实意 大人处事 温良 恭 简 难 以感恩 欢喜心 接受一切顺利 对外面的误会 诽谤 及臭伤 都要忍受 包容 这样才可磨练意志 难行 人行 难忍 人忍 愿徒王 各个能够 忍入 精进 发善心 发善愿 存活心 做活事 装尽自强 自爱爱人 而成就一切 这一番话呢 对前面说的 金子当存人爱之心 对人要厚道 要很实在 要很真诚 做了一个很好的补充 他这里说 人活在世上 难免会有困难的事 因为不如意事 时常八九 这个时候我们 遇到了 我们就要学行的耐 那不要起称恨之心 更不可以口出恶言 这个叫做锻炼 真经是不怕火炼 锻炼我们的真诚心 是不是诚心词意 然后呢 不管外面 或是人家怎么说 外面的情况怎么不好 我们待人处事 那一份态度 温良恭俭让 不能改 还有 我们的感恩心不能没有 我们的欢喜心不能没有 即使 接受一切的顺利 就是好的坏的都一样 我们都不改变 我们的感恩 我们的欢喜 然后 就算 被人家误会了 毁谤了 重伤了 也要忍耐 包容 这样才可以磨练 我们的意志 就算很多的困难 就算很多的困难 我们也要 难忍 能忍 然后 佛老师说 愿每个徒儿都能够 忍辱 精进 发善心 发善愿 存佛心 做佛事 装进自强 自爱爱人 就能够成就一切 请自恩 既恭佛佛 持讯 转比再道 好 福贤 浅言 谓起 信心天 徒儿今日 开法会 千古难得 知机缘 背叛徒儿 时机握 效法菩萨 与圣贤 当机立断 报道尽 尽得修业 达满园 从此大道 开普度 趁此粮食 见功端 当此大开普度的时机 我们要懂得把握 握机而行 要当个好贤徒 法国老师对我们的期望 浅言 谓起 信心天 以上讲的 虽然不多 而且是浅言 浅言就是说 把道理 简单明了 跟我们讲 希望 起花我们的信心 徒儿今日 开法会 千古难得 之机缘 我们要懂得说 我们现在是 供逢其胜 来到一个千古未得的机缘 然后我们得到了 所以呢 违叛徒儿时机握 这个时机这么好 这个阴言这么好 又让我们得到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 懂得握机而行 懂得珍惜这个阴言 笑话 好,所以佛佛老师呢,为叛徒儿时机卧 来,我们请停训 佛佛老师词训,为叛徒儿时机卧 每个徒儿都有一个愿 有愿就是个大推动力 徒儿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就是一个信不够 不要说这个道是从那么远的台湾传过来 前前又常常不在身边 要看前前风范也看不到 要听前线的教会也得不到 所以就忙修瞎恋 再大的愿力也没有信心去实践 要知道,今天到画铁州 不是台湾的 人人身上的都有命 这是圣天最直接付给你们的 你还怕些什么呢? 人生在世,你再亲的人 再大的事业,再多的钱财也带不去 佛佛老师勉励我们每个徒儿都有一个愿 对,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发了愿 这个愿就是我们的动力 一直走到今天,如果没有这个愿 我们也走不了这么长愿 但是有愿,还要有一个东风 好像万世纪被只欠东风 这个东风就是信 有愿要有信 这样我们修这个道 才有办法长长久久 所以讲到说 如果在海外开荒的人 把这个道大老远的带过来 所谓违和 其实也是为了了这个愿 每个人都各有愿 以及我们呢 那一份愿力跟信心 今天我们相信 终究要道化九州 所以我们都身先四足 每个人有机会就到海外来 人人都是有命有愿 自己各了各愿 我们每个人都是各办一场 我们善用我们的时间 各办这一场 也是了我们的愿 跟了我们的命 那这样子呢 才有办法真正 创造出生命的光辉 要不然 如果只是为自己的亲人 为自己的事业 为自己钱财打拼 最后也都是带不走的 好 我们再请那个素珠姐 气功活活持续 天时紧急飞而续 莫当迷信而情观 遥望人间多灾解 生活意识苦难掩 金券众等早觉悟 悟在南科而流连 明白人间占借助 事实光阴转眼间 明白人生之真理 寻找光明大道前 佛老师呢 这里勉励我们 天时真的是很紧急 绝对不是儿戏 所以我们要赶快赶快 快马加鞭 一方面我们自己本身也要充实好 人生真理要明了 另外呢 也要知道 该怎么去把握 去握机而行 当然 因为我们有这个光明的大道作指引 所以我们可以努力 不要说变成了一种迷信 或者是清观 这样子就把这个 上天大开普度 看得太太轻了 这样子不重视的话 就很可惜 所以佛老师说 遥望人间多灾结 心佛意识苦难言 人间有很多灾结 是天灾加上人祸 有时候是祸乎无门 为人之遭 所以这些天灾跟人祸也有关系 所以欠金 这个金欠 众等早结物 物在南科而流连 我们叫南科一梦 那每个人都在醉生梦死中 流连忘返 就要赶快结醒 明白在人间都只是暂住的 素食光阴转眼间就过了 人生也短短素食寒暑 赶快了解人生的真谛 奔向光明的大道 好 所以这里呢 总共有三段 天使紧急飞而细 来 我们 请路姐 把我们读第一段 天使紧急飞而细 要明白这天使才会知道这出圣的因缘 究竟出圣在哪 否则就与一般俗子一样 只是来这佛堂怎样 人家去敲打念唱 求神问谱 你来这里做什么 办办事 度度然 听听道理 这样子而已吗 这样你就没有真正把责任跟使命 细在你的心上 听懂为师要讲什么吗 一开始 佛佛老师告诉我们 天使紧急飞而细 千万我们不要把它变成一种迷信 或是把它看清 为什么会有迷信看清 因为我们就以为说来佛堂也是跟人家去庙里 敲敲打打 求神问谱 没什么两样 如果以这样子的观点来看 那就太看清 这个大道的谱传 等于说看不懂这个道的尊贵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各种真正的内涵 我们就会发出那个心 把我们的责任跟使命细在身上 好我们请叶利讲师 为什么要跟你们讲 现在要晓得天使呢 就像春天不过走 秋天想收割 可以吗 答不可以 什么时机 要做什么事 天地有事实 春夏秋冬 人有什么 生老病死 是不是 都有个时韵 是 人生在世 也是起起伏伏 是不是也是在运 在转 是 气数 气韵 是不是 是 今天讲修道 天 讲的气数 是天地这个大气数 讲开天辟地 生缘 到现在 苦度收缘 佛老师跟我们讲的这个天使 是希望我们了解 就好比说 春天播种 秋天才能收割 如果我们没有把握春天 来播种 秋天就没得收 天使也有这个含义 如果我们没有把握现在大海普渡 那等到这个时机过了 也就没机会了 就像人也是一样 人也有这个时间 人的时间就是生老病死 如果你没有把握 如果在年轻的时候 在少壮的时候 壮年的时候 好好努力 到了老的时候 将一无所有 一事无成 这也是一种 时间的把握 那天使跟人的时间的把握 这个叫时运 都一样 如果这个时运来到一个人 最好发挥的时候 你没有把握 比如说 人在壮年的时候 最好发挥 好 那最后还有一小段 我们把它读完 好了 来我们 请那个 美心 这些读完整的作用 否则就会空口说白话 来这边听课 听听道理 讲讲话 听前前说说话 老师您谈看看以下形象 老师长这样 然后批一首歌 批个讯文 就这样了 答不是 好 所以我们 其实大家不能看形象 要懂天使 要握机而行 要知道天使来到什么时候 我们该做什么 这样我们的天命天性 才能够发挥 才能够把握 尤其 当今 这个时期是非常重要的 每个人都 要掌握 这个时期 去了怨了命 去 了罪 这个呢 是佛老师对我们的期待 什么叫做天使 其实就是握机而行 最重要 好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探讨到这里 可以 休息到这边 各位前前请坐 行驻坐卧都可以 那我们做的话就请端坐 我们屠煞低眉 眼观鼻 鼻观心 来到明师一点处 有绵绵若存的感觉 那就是代表 弦观已经开启 现在就深呼吸 好 深呼吸的时候呢 我们的意念 因为在弦观 所以我们要去导引 这个太和之气进来 从玄观到丹田到脚底到前身 然后再呼出来 一呼一吸之间呢 让太和元气充满前身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有读到的 佛老师说要懂得练气 练气不是练脾气 是要练和气 好 我们今天就讲一下 这个练和气啊 很重要的 当然 我们平常 每天每天 我们都会 接触很多的人 跟士 那我们在练这个气 练这个和气当中 其实就是 借人 借士 来锻炼 那有时候我们说 没关系啦 那我就 人家有来 我们应对进退就好 那 我们 也不太跟人家 做很多的 互斗 所以呢 也没什么好练的 其实应该这样说 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 度人 其实最好练 这个太和啊 的一种方式 因为我们要去度人的时候 不管人家 态度怎么样 不好 我们也 自然而然 因为我们要度他 所以我们都会心平气和 都会变得 脾气非常好 因为你如果要去度人 结果你花脾气了 那他怎么敢跟你来 所以我们说 借着度人 其实也是练这个太和最好的方法 他是比较积极主动的一种锻炼 尤其 尤其 度人呢 他有包括六度的功夫在里面 不是直接忍辱 精进禅定智慧 这六个呢 一次花灰出来 那等于说 那也是练这个太和最好的 这个 这些条件 都要有 所以 简单的讲 我们在度人的当中 你去度一个人 你一定会讲道理 你度一个人 你一定会 用你最好的态度 用你最好的话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哪怕人家不理我 哪怕人家在那边花脾气 哪怕人家要管我走 我也不会花脾气 为什么 因为我要度你 你要度人不可以花脾气 那当王八连 你怎么讲都没关系 所以那个也就是 练我们的太和 最好的一种方式 就是度人 好的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 学习到这边 记得我们要多度人 那个是练我们太和 最好的方法 谢谢 感恩 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年底了 2024年即将来到 我们 大家 哪一年 越来越美好 好的 感恩